注意看,接下来你将见证太阳祖先的毁灭 巨大的蓝色星球耗尽燃料 内核开始坍缩,慢慢失去光芒,逐渐暗淡下去 终于,坍缩到达超高的密度 蓝色太阳在剧烈爆炸中重新反弹 它剧烈扩张,成为全新的超新星形态 这次不再是蓝色,而是变得五颜六色 蓝色太阳的毁灭,为宇宙提供了大量氧量 产生新元素,丰富了原本只存在氢和氦的虚空 宇宙中出现了重元素,为下一代恒星奠定了基础 时间来到46亿年前,经过漫长的岁月 这些元素再次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元素丰富的气体和尘埃云 在这些淡黄色的尘埃云中,不断闪烁着一点点星光 这里为新一代恒星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也就在这个时候,宇宙演化出最早的星系群 银河系便是诞生于这个时代 此时的宇宙更为复杂,出现了大小不一,颜色不同的恒星 更神奇的是,恒星爆炸产生的新元素 最终又组成了全新的天体,行星 一切条件成熟,我们的太阳终于要登场了 它诞生于早期无数恒星的灰烬之中 一道强光,太阳闪烁在星云之中 最初的一百万年里,它被孤独地包裹在尘埃云中 渐渐地分散的尘埃云开始聚集 变成数万亿块鹅卵石大小的石块 接着,越聚越大,伴随着无数冲撞,无数爆炸 那些原本死机的石头,变成了现在的太阳和它的行星 这些行星距离太阳游远有近,海王星离得太远,散发着无尽的寒意 水星又离得太近,暴露在太阳辐射之下,变成一片荒漠 然而,只有我们的地球不远不近,恰到好处 唯有太阳的神奇力量,正在将它激活 必须在使得不赞大我 我 没有 也有 必须在 对